日本數碼廳11月9日警告 網上出現了一款 以Widget Japan Web Info 為名的可疑應用程式 暴衝提供用於網上辦理入境手續的 Widget Japan Web 服務 呼籲用戶立即刪除 日本數碼廳9日 在Widget Japan Web的網站發公佈說 數碼廳並未為這個服務 開設應用程式 也不會要求用戶提供信用卡的資料 呼籲不慎下載可疑成績的人 立即刪除 現在所有前往日本的海外旅客或國民 都可以用Widget Japan Web的網頁 填寫入境審查和海關申報表 完成之後拿到QR Code 就可以去辦理手續 不需要填寫紙本表格 開過遊客上載入境許可證 和拿到QR Code之後 只需要向機場以外的免稅商戶展示 就可以免稅購物 不用出示護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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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